轻轻松松, 上花游中 现在我们来到安景街停车场 听说这里附近的河半的櫻花开得很漂亮 櫻花的花旗只有十多天 连续下了很多日雨 今天仍然下雨 我们都来观赏櫻花, 看看是不是开得很漂亮 现在我们来到安景街公园 这个公园是在城门河半 由沙田市中心来这里也很近 这里有十多棵樱花树 原来这些樱花树叫做富士樱 是日本南部 富士樱的花旗是在月下旬至三月 由花开到花借 只是维持一至两个星期 这里的富士樱只转不高 很适合近镜拍照 富士樱的花旗是在月下旗的地方 富士樱属落叶桥木 富士樱属落叶桥木 他的花是较小的 所以叫做豆樱 他的特性是先落叶才开花 富士樱的花旗是向你微笑和精神味 它的特性是先落叶才开花 花朵颜色粉暖令人赏生月木 享用雨中赏花享受雨中浪漫 花朵重生情散迎花醉疲烈 大黄芽 兵荣耳花 兵荣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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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紅色或淡紅色 富士櫻是兩盛花 看到散出來的都是紅蕊 花絲線形 中間只有一條絲蕊 櫻花飄粉紅 充滿絲情畫意 宣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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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见,拜拜